有想好第四季要用什麼樣的戰略 贏過情景 等一下 先讓他先贏小小郭 先贏小小郭再贏我 因為我他就已經沒有贏了 對不對 就是因為沒有贏所以特別想 好啦 我的策略就是 因為我跟小潔是CT 那小郭來勢兇兇 你看他從外表看起來就很可怕 我也是有壓力 對 那就是我的策略就是 先那個結合次要敵人去打擊主要敵人 這是我們兩個的策略 你看 這個個懷滾胎 對不對 我這樣聽起來怪怪人 我是次要敵人嗎 我要一點 看你們三個要跟誰 還有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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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是會比較偏期待 然後我會 paper 比較低的姿開局 比他們兩位ので像 對 在這一次這三個 ever 這樣自信度比的話 自信度嗎 自信度嗎 對對對 我會怕受傷害 我可能就是 等一下選完人之後 我再來 想這個先 這一個賽季的賽制 我覺得其實很討厭領隊 因为你赛季变长 然后你可能会有一周会有休息的时候 那这一周你怎么样保持选手的一个状态 然后不让他们掉下去 同时又可以让他们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然后再加上过去只有我跟小姐姐做对抗 但实际上多了另外一个黄队 多了小小波之后 我觉得在选人上面跟整个氛围上就很大的不同 所以我们真的很难用过去三季来看待第四季 我还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跟小姐哥跟前姐学习 然后也是这样去不要让前姐 太嚣张了 没有 我不敢讲嚣张 就不要那么的亢奋 所以都站在王朝 所以我刚刚知道说跌入深海的感觉 因为对我来讲是最没压力的 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抱着学习的心态 然后也跟两位前辈都会学习的方式的把 就像小姐哥讲的 把最好运动的最好的那一面找出来的 有想好第四季要用什么样的战略 赢过前情吗 因为你也逗了三季 对 等一下等一下 先让他先赢小姐 不是先赢小小波再赢我 因为我他就已经没有赢了 对不对 就是因为没有赢所以特别想 哦 好啦 我 我的策略就是 因为我跟小姐是比赢房 那小波来势汹汹 你看他的从外表看起来就很可怕 我也是很有压力 对不对 那就是我的策略就是 先那个结合 次要敌人去打击主要敌人 这是我们两个的策略 蛤 绝了 你看 这是我们两个的策略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 各怀滚胎 对不对 我就提起来怪怪的 我是要敌人嘛 你变聪明了 我这次的策略还是会照前几季的策略吧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比赛中 是来自球类的方面更多一些 对 当然速度也是很重要 但是可能在我评判上面 我觉得球类的部分 还有体内的部分 我看得比较重一些 这一项 你刚才不是说看走路就知道 他实力好不好吗 你是不是说看走路吗 还没看出来 还没看出来 那再加上多走一遍 你看我会继续去外面观察走路 谢谢 我是比较属意在 比如说田径场上的成绩 还有游泳 这两项是 我觉得是基础性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如果你 比如说田径房子很快 可是你游泳速度不行 我觉得这个不会打折 那当然球类是很基本 因为我们球类的项目 比赛太多太多 所以我觉得基础性的就是 田径跟游泳 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 参考的第一项 看起来普遍都蛮年轻的 那年轻的话 我们就会相对要求 可能就也比较高一点 就比较不会出现 像副小刀剂肿 有点年轻 我们还有时候 还看到是不是要休息 这样子 所以年轻我们就要操它 就要 眯出它们最大的潜力 而且你看 我们这个看得出来 他们在报这个测试的成绩 就已经直逼记录了 所以我们这一季呢 我们势必会看到 短的这个破破破的这个大会记录 这些应该会持续的发展 嗯 速度非常的快 快新掉 冲锋终点的户外破 大会记录啊 即将抵达终点 最一票飞起来 这一局非常的远 哇 创新大会记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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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creating 冲锋终点了